我身上还有几个秘营钉 来 扔一个给你去用吧 好嘞 谢谢老板 那我现在就能把一级现弹枪给制作了 我身上有一个钛合金 二级的也能搞起了 哇塞 厉害咯 你这是联系两级啊 你可以试试威力如何 哦对了 我发现我身上材料也是够制作一把一级的现弹枪的 马上也来搞起 这现弹枪厉害哦 一发子弹打出后会散发成多个子弹 所以一枪就可以干掉这么多个方块了 有了它 咱们就不用再去升级更高级的稿子了 这现弹枪完全就是一把超级挖掘工具了 哎 我发现你打掉的方块比我少的节奏呀 这就是不同等级的区别 后面如果再升级 一枪散发出来的子弹数量会更多 威力就更猛了 那把工匠台收了吧 继续找矿石升级它 那估计要让你失望了 这地下矿脉没有可以升级的材料让咱们收集了 单级的现弹枪需要物精才能升级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上去了 反正有线弹枪 感觉走到哪谁都不怕的节奏 不过我发现它的一个硬伤 就是杀伤力好像很一般啊 没错 而且弹架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 不能连发也是个缺点 所以这东西来打boss 我有点担心不怎么给力 只有稍后测试过才知道咯 这东西来破方块倒是很解压 一下子掉落了满地的岩石块了 你事上不是还有琥珀吗 我这边有一个玛瑶 你把工匠台放出来 把魔法棒制作了 就能拾取啦 玛瑶我扔出来了 OK 听从大佬的指挥 我现在就把魔法棒给制作了 好啦 搞定啦 我现在就来拾取一下 就会多出一个魔法棒来 大师兄 我放一个到箱子里面给你哈 咦 现在是地下21层了 这里居然还有土块的 旁边还有好几个玛瑶 不过玛瑶好像都用不到的节奏 现在有限当箱 要开采矿石就轻松多了 不用去敲得那么辛苦了 小师弟 反正现在已经21层了 要不咱们再往下探探再上去 多搞点太阳金也行 行吧 反正来都来了 再浪费点时间也无妨 就很肥 因为一下来就发现太阳金了 哎哟 那还行哦 我就是冲着太阳金 才愿意在这地下多待一会的 大师兄 你复制认真找 收集的是我拿就行 哎哟哟 岩浆和对面又有两个 那得扑路过去了 直接打过去 然后再用魔法棒收集 它不香吗 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看着这矿道挺深的 说不定里面还有呢 所以必须过去瞧一瞧 小师弟 整个矿道搜索下来 好像太阳金也不剩很多 而且咱们暂时也够用了 我的现弹枪也升级到二级了 要不就上去了 可以可以 那就直接从这个地方上去咯 反正有现弹枪 打通上去应该很轻松的 然后再配合方块堆叠大法就行 终于上来了 在矿道里憋了好几天 可以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大师兄这家伙真没速度 等他上来看接下来要干嘛 这里刚好有野果汁 我差点来填饱肚子 哥上来了 小师弟 你跑树上干嘛呢 赶紧下来整理材料 然后准备出发去探索其他地形了 我背包还很空呢 不用整理 接下来我跟大师兄骑上小飞鼠 决定先往北的方向飞一飞 咱们看看会先找到什么地形 再见机行事 不过我最想找到的还是雨林 因为打完雨时神可以得到很多材料 特别是乌鲸 有了乌鲸 咱们的鲜蛋枪就可以升级到第三级了 松木林有狐狸 看到了就下来窄了 尽量多收集点皮革 稍后可以制作护甲 这鲜蛋枪的杀伤力真的很一般 我只能边推边打 搞不好狐狸打不死 我反倒被他们咬死了 这么快就到海边了 看来只能骑上化石龙出海了 该不会待会就直接找到火山吧 这边生成了个鱼村 按照平时我是鸟都不鸟的 因为这里撒好东西都没的 不过现在有鲜蛋枪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利用它 把这灯塔上的硫磺金砂给拿下了 对哦 还好你提醒了我 这边也遇到了个鱼村 那我也把硫磺金砂给收了